这几天我依照防疫的规定进行居家隔离 那今天的中常会也是以视信方式来主持 那在会议的进行之前 我也透过这个机会要向大家报告 说我的健康情况蛮好的 那历来几次的筛减都是阴性 居家隔离的这几天 我们国家的政务还有党务也都正常的进行 那昨天也视讯接见来在访问的瑞典访兵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相信各位都注意到 随着病毒不断的变异 这波疫情的传播的速度相当的快 许多的国家也受到相当的冲击 也接连调整防疫政策 那么在台湾的我们 因为防疫团队的努力 以及全体国人共同的合作 我们积极配合疫苗 接着我们各项的防疫措施 我们的疫情无论是重症住院死亡的比例都相对的低 整体的疫情稳定 风险也得到控管 但是随着COVID-19病毒的变异 以及流感化的趋势 为了兼顾国人的健康 跟整体经济的我们间发展 那我们政府正在参作专家的意见 以及主要国家的经验 以重症求清零 清政客控管 正常或生活为目标 以新阶段的防疫策略 和生活的指引来 有效应应不断变化的疫情 那新阶段的防疫工作的准备 不论是疫苗药品的到位 快塞事剂的加速量产 或者是各类型防疫指引的修正调整 那政府团队这种仅容易在进行 那伴随而来的相关的措施 防疫措施的逐步的调整 我们更希望全体国民能够持续的配合 建立起从个人居家到生活面的自主防疫的习惯 让我们一起 如同过去两年 再一次的克服疫情的挑战 守住我们的健康 也守住我们国家的发展 谢谢大家